北京时间8月23日,ESPN著名记者沃神在消息中透露,趁马次老家马姆吉诺比利正认真考虑是否退役,将会在未来几天中和主教练波波为期会面之后再做决定。 在过去的7日份,吉诺比利迎来了自己的41岁生日,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他也会正常来到马次训练馆中进行常规训练,但退役与否的决定确实是没有准确的结论。 在消息人士的透露中,吉诺比利个人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退役意愿,但在马次方面仍旧是希望吉诺比利会选择丁战生涯第17个赛季。 当然,马次也会非常尊重吉诺比利的决定,寄予吉诺比利足够的时间去考虑,而此后波波为期在欧洲出席篮球无相继活动后会赶回美国,跟吉诺比利会念,在经过商量之后才会决定是否退役。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,尽管吉诺比利场均还能拿下8.9分、2.2个篮板、2.5次入攻,同篮命中率43.4%的表现,但作为一个年过四旬的老将,退役也是在考虑当中的。 要承受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,身体的运动能力跟竞技水平消滑,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得到的。 更何况,联手多个赛季的老搭档,邓肯已经退役,而帕克在修赛季中也远赴夏洛特,在有过去赛季中和新来昂纳德的离队闹剧,以或多或少,让玛努看到了球队的转变。 玛努考虑退役也是人之常情,但作为球迷而言,还是很希望玛努能够选择再战一个赛季,让球迷好好的为他道别。 在过去的世界杯遇选散窗口期中,希腊队内线新星迪诺斯米托格鲁,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。 场均驻站17.1分钟,能够拿下13.3分5.2个篮板,两次助攻一次抢断的数据,作为球队主力大前锋的位置。 而这位前锋球员,身高2.1英米,1996年出生,今年仅仅只有22岁。 在2013-14赛季,米托格鲁向利希腊连赛的瑞斯队,尽管整个赛季只出战三场比赛,但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亮相。 待到2014年,米托格鲁却没有继续职业赛场,选择转战美国大学联赛,加盲文克森林大学。 在这个学校之中,此前可是诞生过像邦肯和保罗这样的球星。 在维克森林大学校里的三个赛季中,米托格鲁共计出战96场比赛,75场单元首发。 场均23.6分钟的时间里,能够拿下子9.3分5.4个篮板0.7个盖帽,表现颇为稳定。 在众多大学球员选择参加NB杯审秀进入更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时,米托格鲁却选择回到希腊,加盟好门塔纳西纳克斯,并签下了四年合约。 在2017年开始了另一段职业生涯,此前的米托格鲁,在希腊国家青年队中,就已经崭露头角。 2012年参加U16欧锦赛中拿下冠军,而后跟着这一批队友,又缠年三年的冠军,在2017年成为职业球员之后,带着国家青年队夺下的四个欧锦赛冠军,成功入选了希腊国家队,理所应当成为国家队驻战世界杯的一员。 22岁的年纪成为国家队不可或缺的内线之主,未来的米托格鲁前景令人期待。 22岁的年纪。